台北的清真寺是由台湾和沙烏地阿拉伯共同来筹募金简的 而这个建筑的设计者是知名的建筑师杨卓成先生 也是原山饭店的设计师 他的主体外墙以水泥细石表面处理 还有马赛克的图案来装饰 大殿里头铺设友邦国王赠送的手工波斯羊毛地毯 还有悬挂宫廷的吊灯 外侧两座万拜塔楼高度都超过了20公尺 可以说是壮观宏伟 40余年来 每当世界各伊斯兰教的国家领袖来到台湾访问的时候 几乎都会把这个清真寺设为很重要的行程之一 也让这座圣堂不单单作为了回教圣地 同时也发挥了国际外交以及民间交流的功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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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